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贼股又出现了一起离奇事件 一家上市公司近6000万元的银行存款 无翼而飞了 11月3日 超卓航科公告称 10月7日 公司存入的闲置募集资金5995万元 被招商银行股费有限公司南京城北智行 划出公司账户 经自查及向银行混血得知 该存款账户下存在以公司名义开局 共计2.398亿元银行成对汇票的开票记录 出票日期为上述资金存入的前一日 截至目前 5995万元银行成对汇票显示已成对 但超卓航科表示 对资金存入前实时的开局银行成对汇票行为 并不知情并已报案 值得一提的是 李光平家族曾经发生了加成风筝 进而上升到肢体冲突并报纸 与李光平夫妻闹败后 李光平的小舅子王府定居南京并在南京创业 且创立的公司与超卓航科存在同业竞争 小合的是 此次超卓航科无益而非的5995万元 消失地并被公司注册地和主要生产地互为相同 而是南京 11月6日 超卓航科证券部门工作人员称 公司财务总监的变动和此次事件没有关系 公司在南京并没有变动 此次公司将6000万 分入招商银行南京成本之行 主要是因为当初寻假时 这家银行提供了比较优惠的条件 以及公司对于招商银行比较信任 超卓航科证券部门工作人员还表示 目前案件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 另外 公司将公章交由司法机关进行了司法鉴定 以及对银行承队汇票进行了核查 发现此次银行承队汇票相关合同上 公司法定代表人名字和企业名字等进息是错误的 但招商银行南京成北之行仍然审核通过 公司认为公司将前存在了银行 银行对于这笔存款的安全有保障义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